海贼王,阿普有望加入陆飞联盟,大何止是别名? 警卫们给小菊疗伤 在上一话里,小菊的手被凯多砍断了,他成功加入了海贼王断手联盟 然后在这一话里,警卫们就用自己的火火留给受伤的小菊止血,小菊也站起来说没事 特拉南,乔巴和马尔科都在河之国,按理说小菊的手应该有机会复原,但是他们现在都不在小菊身边,不知道小菊的手能够成功接回啊 凯多变回了人的形态 凯多对祝九霞说自己很喜欢武士,因为他们总是抱住必死的决心在战斗,他还说人只有死了人才完整 凯多这话一出来一下子就引起了争议,因为他被称为最强生物,又是不死之身,所以很多观众都认为他不是人类 现在他又说了这番话,进一步加深了大家对他物种的怀疑 说完凯多就变回了人性,虽然九霞的攻击能够伤害到他,但他看起来却没什么事 草帽团队对抗真打 战斗的另一边是草帽团的战场,陆飞他们遇到了新出场的真打 他们长下面这个样子,不得不说伟田的想象力绝了 长颈鹿那个身子长在头上,攻击那个脸长在屁股上 Smile能力者真的越长越奇怪了 不过这些真打的实力都不是很强 慎平和山智轻松将他们击败了 奎因给了阿普病毒抗体 上一块里,奎因拿出了自己新的异栽弹 许多人都被感染了,奎因还说感染的人会在一个小时内去世 面对这一局面,乔巴也很束手无策 因为这么短的时间根本不可能研制出解药出来 但他灵机一动,觉得奎因在研发病毒时应该也准备了解毒剂的 事实也正如乔巴所想 奎因在开始这场游戏的时候,就将唯一的解毒剂交给了阿普 并要求他在所有人死去之前要好好守住这支解药 否则就杀了他 这其实是一个阿普加入陆飞联盟的机会 因为主角团有光环,他们多半能抢到戒药 然后阿普要么被奎因杀死 要么加入草帽联盟求得一线生机 这就是逼反吧 大河 我的别名是大河 本话里还出现了大河的回忆 在玉田被处决的时候 他目睹了小忍的发言 然后还为陶支柱挡下来来自凯多部下的子弹 不过大河似乎也有凯多一样的奇妙体质 面对这些攻击什么事也没有 接住分镜又跳转到了和左左目的战斗上 大河击飞了对方的一个部下 然后陶支柱问他为什么要用自己父亲的名字 大河说 我的别名是大河 我可以为你而死 这句话也很好理解 他的别名是大河 本名是光月玉田吗 以上就是本话的全部内容 下周休刊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 订阅我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